那個市長 我想 我們現場的所有的官員 我想 我上次有做一個調查 說打過第一季的請舉手 那我想請問一下 打過第二季的請舉手 第二季 好 好 請放下 所以 幾乎全部都打第二季了嘛 是吧 那市長 我們 你打的是什麼 AZ 兩季都是AZ 對 那請問一下 有打到諾德納的請舉手一下好嗎 只有一個黃珊珊副市長 你很特別 還有 我們體育局長 四個 一共四位 好 請放下 你怎麼可以打 對啊 怎麼可以打 市長都好羡慕你們 我們好幾百萬的墨粉 羡慕你們 四位 我現在要講的是 市長不要一直看他們 他們沒有錯 我要講就是說 他們說我們最近在討論 因為呢 現在有三百萬打過第一季的 現在等不到第二季 那當然他說 後天會來一百零八萬劑 但是呢還有六十萬 連第一季都打不到 六十萬的墨粉第一季都打不到 那麼我們一再質疑就說 第二類的官員 打好打滿 可是呢 蘇貞昌院長說 沒有啦 我們中央只有打一千七百個啦 其他都是什麼地方也有在打 然後呢 我今天這個資料才給我 因為我非常關心 我們台北市第一線的警消和里長 打的狀況怎麼樣 市長知不知道我們台北市的警員和消防人員 第二季的覆蓋率有多少 我不清楚 好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的遠景的部分 第二季打到七十二點七二趴 消防人員打到九十四點五趴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 可是我特別看了一下 我們遠景 台北市遠景七千多人 打到莫德納 打到莫德納的 也不過五百多人 好 你就算兩劑他 他通通打滿吧 一千 一千劑 然後消防人員的打的莫德納更少 只有一千六百 將近一千七百人 只有三十三個人 打到莫德納 好 就如同我們 這麼多的這個 我們的市府官員 只有四位官員打到莫德納 所以 我們的質疑是 莫德納到底打到哪裡去 你搖頭叹氣齁 我們也很搖頭叹氣 所以在這邊 所以市長 你是不是也 認為中央應該公開 應該公開 你的莫德納到底打到哪裡去 你搖頭叹氣而已嗎 這個我們的疫苗政策完全沒有規劃 所以根本就雜亂如髒 對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希望我們的疫苗趕快來 所以你們在總預算的部分 要播 昨天副市長也有來報告 說要編28億 那請問一下 我們明年編好了之後呢 說要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對不對 對 可是公開招標的方式 現在我們的 這個 衛福部說 即便 輝瑞拿到藥證 但是他現在不准代理商進來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 我們把預算給你們 我希望我們今天就趕快把預算通過 然後你們趕快就去執行啊 趕快買250萬劑 給台北市民 可是中央那關能過嗎 是一個問題 不是你 你編完預算 你不能不負責任啊 這個這個 所以你不確定 那其實我不曉得他們 倒是要怎麼 要怎麼卡 我不曉得 你覺得還是會卡 還是會卡 一路卡下去 那之前其實我沒有嘗試買過 還是會卡 去年就被打回票了 很多事情 這個我已經不想批評了 我也搞不清楚他們在幹什麼 好 市長 我今天其實不想讓 不用再給你一個舞台去批評中央 你每天看記者會已經罵夠了 好來 時間暫停一下 我現在要來檢討你 好 事實上你還剩下 任期多久 一年四個月 不到一年四個月 大概一年三個多月 好 然後 你現在一年多的任期 你有很多的 當時重大的證件 其實都做不到 好 最近討論比較多的 公宅 八年五萬戶 已經是跳票了 請問一下內湖交通 到底可不可以改善 今天早上還在賽車 內湖交通 最終解決方案是環狀線 其他沒有辦法 我看不出解決辦法 所以市長 你當年說六個月改善內湖交通 有好一點 但是 請問一下 在你任期內 你覺得能不能改善內湖交通 到底明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有沒有辦法 內湖的交通是這樣 沒有惡化就很厲害了 至少就卡在那裡 好卡住了 社子島 社子島在你任內可以解決嗎 還是要留到下一任市長 社子島齁 那個旗程大概不會變 我們目標是到區段徵收公告 所以盤平會 所以 你老不起 在你任內做 最快最快區段徵收公告 對不對 所以社子島 留待 下一任市長解決 大巨蛋的權力金 議約了嗎 正在議 正在議嗎 已經開始議約了嗎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呢 這個是這樣 我先表明態度 這個沒有議出來 我死兆不會給他 你說什麼 這個沒有議出來 死兆不會給他 所以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議約出來的話 有可能在你任期內大巨蛋 沒有辦法使用 這個大家 我們有些該堅持還是要堅持 所以 大巨蛋人也有可能 留待下一任市長 雙子星 最後四十秒 雙子星動工 在你任內可以看到動工嗎 可以啦 雙子星隨時都可以開工 現在主要是缸架長太高了 廠商在 在決定要什麼時候開工 沒有辦法 現在議期期間不是只有缸架喔 沒有 還有所有的這個 這個移工都都卡住喔 最大的問題是缸架 缸架 缸架長了五十六趴 這實在是太慘了 所以我這個還其實還可以第二頁第三頁 所以 檢討中央之餘 市長 我要講說 如果你要選總統的話 這些啊 你都要被一一檢驗 對不對 對 大家說你以後再提什麼證據 好 時間到 今天 諮詢委黨戶 這個到 時間到 好